35年前还不是顶流的刘德华在吉隆坡意外结识了朱立倩 彼时的她虽然手握头奔怒海法外情等佳作在身 但是依旧身被演技不好的争议 而自小就在吉隆坡长大的朱立倩 却因为参加马来西亚时尚杂志新潮负面小姐的竞选 而展露头角 还与童年夺得了新潮小姐季军坚青春小姐称号 不过朱立倩却没有就此进入娱乐圈 反而很清醒的继续回到校园完成高中的学业 那一年她只有19岁而刘德华21岁 当时的他们可能都没有想到彼此的一次意外相遇 却使得缘分无限伸展一直持续到35年后的今天 而纵观刘德华传奇的一生 每个认识她的人都会说 华仔好努力 朱立倩好福气 但事实上呢 能够坚韧地陪伴在巨星刘德华身边35年之久 最终成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刘太 朱立倩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传奇呢 朱立倩的名字第一次因为刘德华而建筑报端 是在1987年 有人称看到刘德华与朱立倩在吉隆坡的八百半闲逛 但是显然那时的他们应该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而到了第二年身为新潮小姐继君的朱立倩 到港跟郑明明学美容课程 又有人目睹刘德华在大厦外边等待朱立倩下课 尽管如此大家对于朱立倩的名字还是相当陌生的 毕竟对于身价建长的大明星刘德华来说 身边的音音艳艳实在是太多了 在那之前朱立倩只是以刘德华的粉丝的身份出现的 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粉丝日后就变成了刘太太 刘德华入行以来第一个喜欢的女人名叫陈玉莲 两人曾在1983年合作拍摄了电视剧《神雕侠侣》 两人饰演的当然是《小龙女》和杨过 不过后来这段纯纯的恋爱无疾而终了 不仅仅是因为陈玉莲当时是周润发的女朋友 还因为刘德华的初恋女友林安琪曾经移情自己的好朋友李景生 所以她对朋友妻不可欺的股讯异常敏感 同一阶段 刘德华还远赴台湾拍摄了电影《上海滩十三太保》 并因此结识18岁的玉可欣 这也是她公开承认的为数不多的女朋友之一 据说两人是一见钟情 后来在一起期间 刘德华甚至还在对方母亲的见证下签了一份结婚证 不过当然不是真的 据说这段恋情只维持了三年左右 也就是1986年前后两人便分道扬镳了 多年之后 玉可欣的母亲还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朱莉倩是女儿与刘德华之间的小三 另一边 林安琪最终于1985年与林景生喜结联礼 而刘德华也在这一年因为与无限提出解约而遭到血仓 而同一年 刘德华因为拍摄猎鹰计划结识 钟楚红并且很喜欢对方的性格 还说过她是做妻子的头号人选 不过当时的红姑名画有主 并且很快就吸引了 刘德华在被血仓期间也陆续拍摄了一些作品 但是水花都不大 直到1988年刘德华才凭借旺角卡门获得金像 奖男主角提名 同年还因为与叶德贤再度合作的剧情片《法内情》而再次出圈 自年刘德华与周润发主演的动作片《赌神》成为一代经典 而也是这一年 朱立倩被传求在学期间居住在刘德华名下赛西湖的单位之中 到了1990年 港媒诱报出刘德华已经与朱立倩联名买房了 就在大家都以为两人的恋情呼之欲出之时 这条绯闻却被刘德华亲自否认了 1991年 朱立倩的母亲去世 刘德华马上放下手边的工作 前往大马送对方最后一程 随后就传出了刘德华 其实已经与朱立倩在温哥华秘密结婚的消息 但是显然这是一条假新闻 因为就在同一时间 她因为拍摄电影《九二》 神雕侠侣之痴心情常见与关志玲传出绯闻 对于关志玲刘德华曾经毫不吝嗦 在美之言直接表示对方是真正的美女 还曾经透露见过关志玲的母亲 甚至陪关志玲去逛过街 而对方对于刘德华也很有好感 直言刘德华是绝种好男人 甚至还在接受小S的采访时 公开表示喜欢过刘德华 不过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二十年以后 刘德华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将关志玲请到现场 公开表示我当年真的以为能够跟她结婚 除了关志玲之外 刘德华还有一位头号粉丝梅艳芳 两人相识于1984年的第三届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上 后来双方都在娱乐圈游刃有余 就在刘德华被雪藏期间 梅艳芳却因为电影 胭脂扣拿下金马奖金像奖等重量级大奖 为了帮助刘德华东山在一起 如日中天 他甚至不惜自降身价签约到刘德华的 亦能动音公司 他曾经公开表示对方是自己的梦中情人 但怎奈流水却无情 刘德华却一直对外称 二人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就在关于梅艳芳痴恋刘德华的文章 三天两头建筑报端时 朱立谦的名字却始终徘徊在刘德华身边 1993年 媒体传出刘德华在吉隆坡 买下两层高的豪宅给住家作聘礼 两年后又有人称朱立谦就在刘德华的公司任职 后来又传出他已经为他生下女儿了 对此朱立谦就像是一个活在报纸或电视里的隐形人一样 而刘德华则完全没有回应过半句 2001年电影《爱君如梦》开拍 刘德华是男主角 而梅艳芳则原定在剧中饰演她的另一遍 不料最终角色被吴君如抢走了 据说梅艳芳对此事非常不满 还因此在母亲面前大哭一场 并就此断了和吴君如多年的好友关系 直到去世都不愿再见她一面 而也是这一年 刘德华突然在接受采访时公开了朱立谦的身份 为了等待这一刻朱立谦已经足足坚持了15年之久 而原本朱立谦可以拥有更洒脱的人生的 她于1966年出生于马来西亚自小便隋家人移居吉隆坡 共有六兄弟姐妹在女儿中排行第三 朱立谦的家族在马来西亚赫赫有名 她的舅舅名叫陈志远 是南洋商界著名的华裔企业家 旗下资产包括7-11星巴克及众多度假酒店购物中心等 朱立谦自带富家小姐气质温婉大方 十几岁时就开始参加各种选美比赛 1983年还在读中学的她便与姐妹朱立真一起参选 马来西亚时尚杂志新潮封面小姐竞选 最终姐姐获得了三月新潮小姐的封号 而她却名落三山 不过次年18岁的她再次冲击新潮封面小姐竞选 最终击败对手 以5369票成为七月封面小姐 还拿下了新潮小姐季军兼青春小姐的称号 而在这之前 朱立谦已经因为看了电视剧《神雕侠侣》 而对刘德华放心暗许 于是在1986年 刘德华随香港明星足球队赴吉隆坡时 朱立谦便被朋友介绍给了她 据说朱立谦当天全程素颜在偶像面前 也落了大方毫无压力 而在娱乐圈见惯了各种美女的刘德华 相信也是被朱立谦的这份自如所深深吸引 那之后的朱立谦显然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 在娱乐事业上的追逐而全身心的投入到与刘德华的恋爱之中了 2001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刘德华在接受电台采访时 承认已经有了心仪对象 希望三年内结婚生子 当被追问是谁时 她竟说 只要她不生气就可以了 随后朱立谦的身份终于浮出水面 一个月后 刘德华终于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与朱立谦洗劫连礼 自此一段长达22年的恋爱有了弥漫的结局 四年以后 朱立谦在香港生下了女儿 51岁的刘德华也晋升为超级奶爸 2019年参加鲁玉有约的录制时 刘德华公开谈论妻子朱立谦 称对方很享受这种神隐的状态 但是也表达了自己对她充满歉意 因为她没有在大众面前给朱立谦一个完美的婚礼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